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,现在! 杨子开通INS新账号,晒美照与海外粉丝打招呼,事业疑似重新布局! 4月2日,国民闺女杨子开通了INS新账号! 在首条INS内容中,杨子不仅晒出了一张自己的美照, 同时还用英文主动跟海外粉丝打招呼嗨! 是我!众所周知,杨子的本名叫做杨女奥, 而他也在账号中特意加上了奥奥的拼音,看得出来是非常充粉了! 杨子的剧在海外一直有着巨大影响力,从《龙珠传奇》在泰国二轮播出, 再到《亲爱的热爱的》和《香蜜火爆东南亚》, 杨子引然成为了海外输出中国文化的代表。 他的代播剧长相思,后续也会上线海外平台。 所以保持和海外粉丝的沟通,也成了势在必行。 有趣的是,粉丝透露杨子这次的INS号已经是第三个了。 之前两个号的密码应该是都忘了。 不过即便如此迷糊。 粉丝们仍然希望杨子平时能多多营业,看得出来。 大家真心是把杨子当成是养成系的亲闺女了。 杨子这次高调开通INS其实释放了一个信号, 那就是他的事业在整体规划之后,进行了一次重新布局。 由于杨子是童星出身。 所以其知名度在国内已经趋近饱和。 再加上本身就有平台帮助他增加作品的海外影响力。 此时选择和海外粉丝打通连接,绝对是上乘之选。 时尚一直都是杨子事业的软肋,而杨子几乎没有任何高端时尚代言。 这和他国内女顶流的地位着实不符。 随着通过INS逐渐建立其海外影响力。 杨子日后必定会成为秀场的座上宾,届时各种高奢代言,也必然会接踵而来。 杨子当下最大的问题还是自身定位,不过随着这次选择向海外粉丝靠拢。 说明他已经打算在流量明星这条路上走到黑了。 对于一个实力派好演员来说,这个选择其实挺让人感到痛心的。 但想必杨子也有自己内心的苦衷吧,因此也只能尊重他的决定。 当然,杨子毕竟是大家看着长大的,所以作为演员的基本盘还是一直在的。 不管他未来的规划如何,都希望他能够一直坚持自己的梦想。 好好演下去,千万不要让大家失望。 好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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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暂时哦。